有一個研究人類學的專家,他想做一些測試 他找了一班非洲的小朋友,跟他們玩一個遊戲 他說給小朋友聽,在棵樹裡面,我放了一個很漂亮的生果 你們鬥快去哪個第一個渡的話,你就享用這個美麗的,好吃的生果 小朋友聽了之後,他們就開始一起跑 很特別的,他們不是真的一起怎樣說 爭著跑,不是,他們是大家拿著手 拿著手一起跑,一起到終點,一起坐下來,一起分享那些生果 這個人是學專家,覺得很特別,為什麼這樣呢? 我先說,你們誰最快去就可以享用 那些小朋友就說一句非洲話,叫做Oblado Oblado他說,如果一個人獨享,而其他人悲傷的話 這個不是真正的快樂 Oblado的意思就說,我存在,因為我們存在 人呢,都是一個整體來的 在耶稣時代的經師呢,他們這樣評價那些女人 他說女士呢,有四個特質 第一呢,就貪飲貪食,充滿好奇,疾度心,喜歡哭 不過那次我們聽《底編讀經》呢 這個珍言呢,就對婦女非常之讚美 一個完美的女士呢,有著不可衡量的價值 即使古代非常之珍貴的東西,譬如珍珠 也都不能夠跟她比 但我們怎樣能夠分辨現熟的,或者充滿誘惑的婦女呢? 有哪些特質可以幫助我們去分辨呢? 首先,元淑的婦女是一個好的妻子 她能夠使得自己的丈夫和家庭呢,在平安和諧當中 幸福地生活 第二個特徵就是他們很喜歡工作 他們不會浪費時間 第三個特質呢,就是他們有火開放和偉大的心 不是局限於只是關心自己的家庭的需要 而都關心他周圍人的需要 而第四個特質就是他們很虔誠的 對上主充滿敬畏 對天主的戒命保持著忠信 在生活當中,是不是有這樣的婦女呢? 剛才第一篇讀經 一開始給我們這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 其實這樣的婦女給我們很多的意義 給我們講述勤奮、虔誠和努力工作的婦女 實際上在我們所處的環境當中 是有很多婦女是有這種的美德 在這個月裏面呢,我除了主持主日或者平日黎薩之外呢 都特別多主持愉悦出殯黎薩或者追思黎薩 其中有一次呢,有一個女兒分享她和媽媽的關係 她用四個字來形容 就是道愛、道謝、道歉、道別 她道愛,因為她媽媽沒有讀過書 但她給機會她和妹妹都能夠讀到大學 她道謝,因為她自小就多病 媽媽陪伴她很多很多的晚上 她道歉,由於她只是尋求自己的發展 往往疏忽了媽媽的需要和感受 她道別,她深信有日 會和媽媽在天鄉會重逢、會相聚 一份簡單而強而有力的見證 使得我們領悟到女性的使命是很重要的 生命影響生命 生命呢,可以豐富生命 今天我們聽的是《晚律福音》 提到在耶稣時代 一個塔朗通的價值呢 是一個人所擁有的一切 相當於一個工人二十年的工資 用我們去了解塔朗通的意義和價值 如果你能夠正確理解它的意義 塔朗通其實是人從天主那裡 所獲得的所有禮物 這種的恩物和恩賜 人是不能夠隱藏的 是需要去善用 甚至發揮到極點 要我們定義一下這些財物是什麼呢 主耶穌所託付給教會的福音 是可以改變世界和帶來救恩的消息 是可以帶來一個全身的人 使大地充滿氣息 而包括了教會的各種盛事 管理、自願、歡恕 以及與天主修好的各種盛事 在福音當中提及到三位的僕人 其實都是代表所有的基督信徒 他們每一位都被委派去執行任務 因為上主希望這樣的禮物 是可以結出相應的果實 每一個人所獲得的神恩 其實都可以帶出了愛的果實 至於剛才提到第三類的僕人 因為他們害怕 他們覺得無力 一而產生恐懼 而這種的恐懼 其實是沒有意識到 是缺乏了愛的原因 他們不能夠結出善良的果實 只有真正接受了天主聖言的人 用一種能夠理解的意願 向今日的人去傳達天主的話語 將天主聖言和基督徒 團體的生活結合的時間 只能夠真正地使天主的塔冷通 結出果實 否則只是停留在原來的基礎上面 不會帶來任何改變 也都不會帶來心靈的震撼 也都不能夠打動任何人的心靈 有個年青人 剛算踏入社會工作 他全程投入 但是忘記了天主 連堂區生活都放在一邊 他每天工作做到好夜 所以身心疲累 他往往獨自一個人 在街上走回家 不過在角落裡邊有一間小店 好夜都未關門 起初他對這個小店沒有什麼留意 後來發覺這個小店 每晚買的食物是不同的 有紅豆糕 有糯米糍 有蔥油餅 有缽仔糕等等 全部是老闆自己製作的 很吸引 有一次他在這個小店前面停下來 好奇地問老闆 你每晚製作的食物都不同 你怎麼知道 他們一定能夠全部賣出呢 這個老闆很輕鬆說 我不知道 然而我最大的歡樂 不是在於食物是否全部賣清 而是在於設計食物的心思 製作的過程 以及一種重要的東西 是什麼呢 青年人很好奇地問 他說最重要的是人 那館是買食物的人 或者停下來看的人 或者跟我交談的人 就好像你一樣 是令到我心情開朗 這個老闆繼續說 他說每晚我買的食物雖然間不同 但能夠讓我走進其他人的世界 有時只是簡單幾句說話 分享 就成為了彼此鼓勵的力量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事項 老闆繼續很鬆容說 如果我們只是故鄉人買食物 而忘記了買食物的人的本身 即使食物很好吃 或者生意很多 其實都不是很大意義 這個時候 年青人心中感到強烈的共鳴 因為這只是他的寫照 就是將自己 只是埋藏在工作裏面 而忽略了工作中的自己 忘記了身心靈的平衡 甚至忘記了天主 他知道是時候 需要重整回自己的生活 今天的聖經 給我們兩個的喜訊 第一 第一篇讀經 《針言》肯定在我們周圍裏面 有很多質素的人 他們能夠令到家人平安和諧 在幸福當中生活 他們不是只是局限於 只是關心自己人 而到關心他周圍人的需要 更重要他們虔誠 對上主充滿敬畏 對上主的戒命 是保持忠信的 第二 就是真正接受天主聖言的人 用一種能夠理解的議員 和今天的人傳遞天主的說話 將聖言和基督徒團體的生活 能夠結合起來 這個正能夠真正地 可以使得天主的塔冷通 結出果實 今天都是世界窮人節 讓我們善用天主給我們每一個人的塔冷通 而塔冷通裡面其中最重要 就是我們人能夠去愛 就是我們用這一種的愛心 特別關心我們周圍的窮人 因為窮人呢 亦都蓄使我們能夠成為基督真正的見證人 謝謝